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说这座积着雪的山中温泉可以医治百病 50年前创办人高村家寿之 遇到了这样的温泉矿石 当时他心想 如果这种含有矿石成分的温泉 真的能治百病的话 那么利用这种矿石来制成造 也应该能调理被劣质化妆品伤害的肌肤 将矿石的粉末与造作结合 没有人想过 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所以也许无法实现 在G2-3遭逢拒绝之后 怀着一线希望 高村想尝试一个新的挑战 那就是以手工制作的方式 替代传统机械的做法 他认为这或许能够成功 历经两年的时间 理想中的造终于成型了 费时七十天以上 一个一个手工制作 直到今天仍然维持这样的模式 利用泡沫清洁肌肤的 净白活肤密造 安禄沙净白活肤密造 传承了半个世纪的黑宝石物语 这块造首次以化妆品登场 在雪融之后挖掘土壤 一看露脸的 竟是鲜艳的蓝绿色矿泥 我们知道 这种矿泥是出自 新第三季中心式的地层 虽然是相当古老的地层 但是其中所含的矿物质成分 并没有接触到空气 也没有产生氧化现象 因此具有这种特殊的蓝绿色色调 可以说是相当稀有的一种矿泥 而大家必须要知道 经由氧化所产生的物质呢 正是构成肌肤的皱纹 过敏以及黑斑的原因 因此老化与氧化是同时进行的 氧化就等于老化 在厨房里也经常可以看到 不锈钢的表面 只要稍微有金属生锈的物质附着的话 就会立刻产生氧化现象 也就是开始生锈了 那么这次我们之所以 执意要采用这样的矿泥 由于它是本身不会氧化 也不会让周围的物质氧化 生锈的矿泥 因此我们非常希望 能利用它的特质 在肌肤表面发挥作用 于是这块泥膜就诞生了 我们采用不会造成氧化的制法 来进行化妆品原料的加工 利用特殊仪器进行原料的细微粉碎 制成颗粒细致的粉末 没有锐利的棱角 不伤害皮肤 能温柔清除毛孔的污垢 在精心研发泥状腹剂的 数十年当中 我们一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使用各种粘土原料 来制成产品 而在这段过程中 这次所精选的矿泥 它展现了相当良好的保湿度 与使用质感 跟之前的产品 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以大自然孕育出的佐久水系为来源 由此涌出适用于肌肤的理想水质 犹如化妆水般的原料水 我们称之为量质水 肌肤漂亮与否 取决于水分的含量 而能够发挥留住肌肤水分效果的物质 则是来自于天然保湿因子NMF 化妆水的主要成分是水 我们认为让主要成分的水 含有贴近天然保湿因子的 均衡矿物质成分 就更能发挥良好的渗透吸收效果 其实按照一般方式 将钠或钙等成分 混合制成自以为容易吸收的产品 而经测试也总会觉得肌肤人有些甘粗 所以我认为不仅是钠入已知的成分 还要针对未知的部分 以及无法分析出来的成分 都是必要的 例如将钠、钾、铭等矿物质成分的液体 逐次的少量添加 以达到平衡值是相当容易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 将天然矿石加以陶瓷化 是结合石材与矿石所组成的天然滤材 基本上制造良知水的水槽 它的概念跟地面涌出的泉水是相同的 配合木地打造如地层般的结构 来进行良知水的制造 因此安露莎化妆品所使用的水 虽然具备了机能性 但无需复杂的配方 因此能够制造出令人安心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想法 爱奴族世代的传说中 有一段疗愈生命的温泉故事 这种摩尔温泉是属于植物性温泉水 含有植物性矿物质与来自矿石的矿物质 以及腐质质等成分 一般来说 火山性温泉常常会引起皮肤的一些刺激反应 例如出现皮肤发红 还有发痒等等的不适症状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提供适用于所有负质的温泉保湿成分 因此选择了这种植物性温泉水 位于地心深处的温泉水 在涌出地表的时候 会快速产生氧化反应 一旦氧化 温泉水本具有的能量 就会随之减少 而如何让涌出的温泉水不变质 在48小时之内 以不让其氧化的方式进行运输 同时避免裂化 这是我们研发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我们希望能够将温泉水的能量 发挥到120% 甚至200% 我们相信温泉具有的能量 应该不止如此 所以想要更进一步地提升 温泉水本身的能量 于是大胆尝试将温泉加以浓缩 温泉水当中含有保湿成分腐质质 藉由将这种腐质质浓度的提升 也就是提高整体的质质质质 这个也就是浓缩概念的源头 为了避免破坏温泉的全质 我们采用了非常特殊的浓缩方法 肌膚触感与保湿度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虽然市面上也有其他含有温泉水的保养品 但在浓度方面 安露莎的温泉水是浓度最高的 安露莎活肤化妆水 唤醒大地的力量 让您的肌肤成为传说 瓶中的美肌之汤 安露莎能为您找到 美丽的无限可能 肌肤的无限可能 人生的无限可能 未来的无限可能 幸福的无限可能 安露莎系列保养品 完美蜕变 美丽登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